天津 農曆3月20日是祝生娘娘生日 全民寺一大早就有民眾前來祝壽 廟方也特別舉辦法會 今時農曆3月20日 是我們全民寺祝生娘娘的聖誕 所以很多共憑 桌上很多共憑 因為有的是用壽桃來還原 有的是用水果蛋糕來還原 普通時候也是很多人來還原 他來還原不一定要素食 共桌上的鮮花百合餅乾 都是信徒回來還原 而素麻油雞 油飯是請廟裡廚房特別製作 除了表達對神明敬意之外 素食料理在祭司之後 也會和廟裡人員分享結緣 我們都是素的 像這個素魚飯 素麻油雞很香很香 素的也很 非常好吃 每年那個有那個神明的聖誕 我們都是有那個 競菜 競菜都自己煮的 也非常好吃 非常精美 每一店都有 每一店都有 基隆慈隆慈喻祕祖祀 官司寅菩薩 祝生娘娘 文昌帝君等神尊 幸福來到祝生娘娘店求聖 除了帶來好運 還能保佑家中孩子 平安乖巧 當時我跟我老婆 風雨節 來給祝生娘娘求 後來 後來就 剩下這兩個都很平安 對 祝生娘娘不是 純粹是求職 祟祟 祟保佑到 我們小孩子十六歲 平安長大 聰明健康 民間有個習俗 拜祝生娘娘 能夠帶來好運 信徒到慈雲寺 虔誠拜拜 相信神明一定會有保佑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